那天晚上 杀硝烟客的是另一个 他们是为二十年前的事来的 他应该是八大高手的顶尖人 这么多人还是死了 所以你到底在干嘛 但是有血缠丝铁证直指魔教 晚辈且以为 正应当联合武林各派而剿灭之 二十年前的事 这么快就都忘了吗 有些事情 我们不该管 也管不了 我就愿杀他成命 二十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那么多高手都相继与命 也无击不死 无人非防目在天之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